嗨 大家好 我是Ella 我们上一条视频去那个婆婆家吃饭的呢 有网友留言给我说我到婆婆家都没有干活 说我挺虚伪的 其实呢是这样子的 我跟婆婆之间有约定吧 就是她到了我家呢就是也不干活 然后我到她家呢也不做 是因为我们两个人的那个生活习惯不一样了 因为我的话说吧就会打乱这个步骤打乱这个程序这样子 所以我们就各自约定好就是她也不干涉我的生活 我也不干涉她的生活这样子 毕竟我们两个人年龄不同生活习惯不同 然后生活方式也不同 我觉得我们现在相处的方式也挺好的 这样子互不干涉就减少矛盾吧 然后再另外一个也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婆婆她之前是开那个餐馆的 她就手脚就是非常的麻利 比如说是做菜呀做做这些厨房的一些事情 可能就是我做的事情她也不一定看得上吧 基本上呢就是我到了她家呢就是到厨房间就是陪她聊聊天啊 说这个菜多少钱一斤啊 这个今天买的东西新不新鲜啊 这样子反而是我比较喜欢的方式吧 然后她到了我这边呢也不用她就陪着小孩子玩就可以了享受 享受这个听伦之乐 然后我这边的事情就我来做都可以了 好了我们现在要到她那边去吃饭了 一会儿见拜拜 看安妮在车上睡着了 哎呀你看奶奶家的整个种得很好了 刚斗都这么长了 哎爹爹 哇好茂盛啊长的 对瓜都出来了 这里什么瓜 啊好小啊这个啊 好多毛瓜了已经 哦这么多 哇那条很大了 三条 哦有三条好大了已经 说过来了 妈妈你这个是那个滑滑的菜吗 那个不是 不是 那个是薯娘 哦 要不要过去 不要了 哦不要了 你自己钓的吗 哦 所以这个青口也是自己抓的对不对 妈妈你这种锅子不要把空烧啊 他空烧不好 准备吃饭 准备吃饭 哇这么多螃蟹 哇我爹爹好棒啊 那么大一个鸭腿 今天安妮顶嘴好厉害呀 顶嘴好厉害 要顶嘴 要顶嘴 不顶嘴 不顶嘴 他用英文跟他 跟他爸爸顶嘴 他顶嘴也不顶嘴 这种午觉都没有睡今天 你去哪里 哪里都没去他就是不睡 在家打扫卫生 2號 不吃 Yup 吃了 柠檬 跑去 抱歉 那个 containing 鹿吃不吃 是不吃 dentro 有没有虫子 有没有虫子 拿着 你要不要 放在盆里 可以 摘几个 都可以 很小的 两个 都是小的 没有摘下爹爹 小孩不能摘下爹爹 辣辣的 等下你洗手啊 这好香 这不香 这是辣椒 好香 妈妈 这里面好像两个品种 这个豆子 这么大 这我要吃到什么时候 不去 这我也吃两顿了 拿盆子过来 拿盆子过来 我拿盆子 爹爹出来 他被毛瓜扎到了 爹爹 这个卡了 那个板 没关系 好了 不要了 够了够了 这个已经摘了一个了 我打算这个可以吃三顿了 三 两顿 三顿 我吃不完了 这个皮好痒 他们都不吃的 这小孩不吃 小瓜糖他们也不吃 不吃 我们天天吃 辣椒两个够不够 三个 够了 我买了 看你买了 对 几条 嗯 我上个礼拜的空间还没吃 快来快来等一下 冲营要飞便来了 冲营 我弟弟那么厉害的 我抱姐姐咯 不抱就不抱咯 不抱咯 你不抱咯 在一帮我抱咯 弹咯 我抱咯 你抱咯 我抱咯 你抱咯 哎呀 你抱咯 这个弟弟都是皮呀 等你 rotor 要婆婆家吃完饭 趁便买点菜 你喜欢吃这个红糖包 买两个西兰花 买一盒芒果做甜品吃 你看这红葱头还挺漂亮的 这是我们家的必备调料 买一瓶野山椒 这个礼拜菜应该不会买很多了 这天天气热了 有点吃不下 买一包西米做甜品 买一包莲子包摊 我们现在东西买的很少了 再买这一点点 好了这期视频先到这里了 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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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